恐怕你和所在小区的物业公司 有一点摩擦 似乎是家常变范的事 那么这个摩擦的结果 常常由于说我们业主委员会没有成立 或者说业主委员会人心不齐 力量不过大 所以在跟物业公司的争吵过程当中 往往物业公司成了赢家 我们成了输家 电梯电梯这么烫 你今天没有 这停车再说找 垃圾没人当 你少废话 可是最近这两年 却有很多物业公司 由于亏损 大规模的从小区撤退 那么作为赢家的物业公司 他的日子 为什么这么不好过呢 垃圾成山 卫生无人管 保安减少 安全是隐患 电梯故障 出行成难题 垃圾没人当 垃圾没人当 这一种常见的呀 家也没人 我们就像是没有妈妈样 没人来管我 你 小区 遭遇过这样的物业吗 抛盘 离场 撤退 我们进来到现在 一直撤退 今年呢 一共将经营上半年 才占十个楼盘 各地物业公司 上演的这幕 集体大逃亡 看上去 盈利轻松的物业公司 为何陷入 苦苦支撑的窘境 我们家卫生间下水道 输得就二亏了 之后来收过 就你们这样 还好 一都是物业费 不满一样 我们大家就不满 谁又会成为业者与物业博弈的最大受害者 老良观世界 为您揭示 物业撤退 两败俱伤 其实啊 这个物业公司大规模撤退 有人管它叫集体大逃亡 赚钱的码码 谁也不会傻的 那程度就不干 撤退什么原因 就是因为亏损 那我们先来看看这几年 媒体有关于物业公司亏损的 这方面的报道 众多的物业公司收缩主营业务 从小区撤退 为什么会选择放弃 背后的原因究竟何在呢 从2012年到现在 上海物业服务企业 主动退出管理的小区 约有220个 今年呢 一共将近上半年 才将近10个楼盘 那么下半年呢 我们正在打算退掉5、6个楼盘 今年呢 我们计划2、3个项目退出 这几年来呢 我们陆续已经退出了 近20个项目 上海某小区的物业管理处经理 对媒体表示 他所在的小区物业收费标准是 每平方米1.66元 而这一标准是2005年制定的 6年来从来没有调整过 这也导致这个项目去年一年的利润 仅为2.8% 如果付出 造成了一个管理标准和收费标准 不相符的这种不良的局面 是造成我们没办法维持要退出的一个原因 作为全国房地产市场最为发达的地区 上海物业服务企业大面积撤退 又具有怎样的启示意义的 可能看完这个条片 有的观众朋友都不理解 他怎么就亏损了呢 咱们现在首先得给大伙说 物业公司这个亏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首先一个你看 逃亡的物业公司就跑了 这物业公司都是什么样的小区 你很少看着高档别墅区啊 豪华商品房啊 那样的物业公司跑 真正撤离小区的 往往这小区呢 要么是规模太小 要么是老旧小区 要么是回前楼 往往是这三种情况下 这物业公司干不了 为什么干不了呢 首先有一点 就是小区的这个硬件 需要往今弥补的东西 实在是太多了 你咱们简单说吧 道路年九十周 你得弄 有的房屋这漏了 那是什么 长臂出问题 你得管 还有很多小区电梯 咱们以前做过 有关电梯的节目 有的朋友可能还记着 那电梯的维修费用也很高 越是年头上 维修费用越高 你要换 这成本怎么办 这还是个事 所以就越是老旧小区 质量差的一些回前楼 往往这些问题越多发 物业公司要背的负担就越重 不仅仅是这个 这些年来 物业公司的成本是累累上升 因为物业公司呢 是劳动密集型产业 它的员工的工资和福利 要占整个物业公司支出的60% 我们看早些年 我记得就是在2000年那个时候吧 物业公司可能雇一个保安 说你给你800块钱一个月 管吃管住 非常好雇 现在你就是2000块钱一个月 你雇个保安都非常快 我们大家这个都能理解 就是人工这些年费用往上涨的非常厉害 那么这些费用逐年的往上涨 有人说那你物业费也得调整 可是对于很多老旧小区和这个灰千楼 物价局看着呢 不准你涨物业费 有的物业费还当初三毛几四毛几的 还持有的那个水平呢 你说到现在 这快十多年过起来 你还这么收物业费的话 那它成本能收得了吗 所以很多物业公司 尤其是老旧的小区和这个灰千楼 它这物业公司要撤出 一个最重要原因 成本提升了 不让多收物业费 其实有时候你就让多收 往往住在这地方人都挺穷 也交不起 或者交得起就不愿交 所以这是个突出矛盾 由于不涨价成本提升带来的 福州的湘江明珠小区 是2002年交的房 交房的时候 物业收费标准为每平米0.7元 十来年过去了 物业费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可各项成本的上涨 却让管理这个小区的物业公司 陷入了困境 物业公司的负责人告诉媒体 这几年公司的物业安保 保洁 维修等人员的工资 按照国家规定 一直在同步上涨 以安保人员的收入为例 刚开始 每个安保人员的工资是 每个月800元 现在已经涨到了2500元 近三年来 公司的人工开支 年地增都在25%以上 不断上涨的人工成本 始终未调整的物业费 这让物业公司在很多时候 不得不自己贴钱管理 多的时候 一年贴几百万元的也有 那么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我说不缴费 这个是造成现在物业公司撤退的最重要原因 你比方说咱们现在物业公司 月营不善假 亏损了 一亏损怎么办呢 那我就得压缩成本吧 怎么压缩呢 原来雇三个保安 现在雇俩 省一个 原来十个成结工 现在五个 省五个人工资 可是你一省你会发现 那物业服务质量肯定就下降啊 那个垃圾的没人找 前面好像漫好了 你们到后面去看 简直是一片荒草野地 什么草地涨的 哪里都是的 垃圾堆成山了 进出什么的 也没人管了 小区治癌事件也多发了 这一下子造成居民不满意了 你看我还交那些钱 怎么这服务质量差的这么多呢 咱家的水管上次坏了 他们没提示修 还让咱们交五千块钱 凭什么呀 这停车费说涨就涨 你真不瞧我们大家遇见了吗 我们家卫生间下水道 说了多少亏了 你们是后来通过 就你们这样 还好意思说物业费 谁我妈呀 03年1月份的 现在我们到现在 是签了1088块 还有01年的 把增长11万块钱的 由于后人家 就是从90年开始 欠税了 这次文件 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2万多 那个管理费都没交 接下来就有居民说了 哼 老老吧 物业费交也是白交 我不交了 就有人不交物业费了 你说这都有人不交了 你在昨晚要涨物业费 那更加没可能了 所以越有人不交物业费 物业费越涨不了 那么反过来就造成 物业公司越亏损 越亏损 它就越要降低质量 压低成本 越降低质量 居民越不满意 越不交费 越涨不了 越涨不了 越亏损 你看 我说的这 你明白了吗 这就是个恶性循环 就物业公司这些年亏损 和什么有关 其实它作为一个产业存在 它一定有成本核算 有远景规划 有这个其实点介入的时候 它的成本 可是物业公司在中国 我严格意义上说 都不算不上一个独立的产业 比如说怎么不算 那物业公司这 那还不独立吗 物业公司在中国 更多的时候 是作为开发商的 是作为房地产的 售后服务存在的 你看 咱们有很多小区 它的物业 都是谁来组建 往往就是当初 建这个小区的开发商组建 也有一些是开发商 最后转给某个物业公司 但是你会发现 卖房子的时候 开发商的口号喊着山响 有会 免半年物业费 免一年 免三年 还有的中生 免物业费 他为了房子好卖 什么牛他都吹 回头弄物业公司 来干这个 再一个有些不良开发商 承诺小区绿化面积 达到多少 承诺这个屋子里的质量 什么样 结果他没做到 你住进去了 发现这地板也起鼓了 这房子也裂了 小区里边 这倒一倒下雨天 弄个乱七八糟 怎么办 你只能找物业公司 其实是开发商的毛病 最后这责任 都物业公司承担了 这窟窿得踏步 为公司也知道 便费收很低 的确是 有些无力 整个地方 与这个厚乎 即使这个是有关 开发商推卫责任 导致房屋维修延迟 乃至损害家众的情况 并不是个例 所以说物业公司在中国大多数时候是成了地产商的附庸 成了开发商的售后服务 他没有独立成为一个产业 所以我刚才说的 不涨价 成本提高 不缴费 造成恶性亏损循环 再一个 不独立 本身是开发商个服用 这三点造成了 现在物业公司大量亏损 一亏损干不下去了 得了 一些经济的比如说